明年文化的傳心是一種重量的提防政府的統戰 其實還能支持民主刺法性的行為 更依然海球有希望有留商人的後路行為了復興 學家文化 三年前開始對香港所基盤學家國照辦 和相關的文化發脫 那台北富倫社的學家社 有年前是立的青年團 鼓勵學生人的接觸學家文化 當作學家的學生人和後路行 都當自己想像中行為高潛上論 將下個文化顧慶下誌 未到青春不忘記到的母年和傳統文化 在今年來香港所不斷唱成立高潮 和三萬紀法國際的文化發展 希望世界青春天平派的卡卡文化 最起碼唱歌起來就是很快樂 客家歌裡面很多那個裡面的詞句都是很有意義 我們覺得蠻好的 就是我們從語言 飲食或者是一些活動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一些手工的東西 讓民眾重新去認識客家的東西 重新把客家的元素融入我們西口鄉 鄉親的生活之中 未來我們也期望繼續推動說 包括把我們西口的老街打造成一個有新的不一樣 屬於西口福老化的客家街 除了好路客只起好家法人外 卡卡很少人不可以是如卡卡念頭和刺客 除了卡卡富倫強年頭 新年地度如日本在好路人 另外日本只會沒辦法說話的看人 不過政府也是都算沒辦法說話 要鼓勵原人太想說出來 還安排殘奉各種的Q級路 行業以來的轟弄敵度 要更受鮮明的身份 譬如說我們接下來在年底會開始練大鼓 對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就是 可能會結合一些可能 客委會的活動然後去表演 然後還有像藝鳴之內是每年都會參加的 文化的傳訊是用年一年做基礎 卡卡富強團其實會對卡卡文化有興趣的好想念 跟他結構的好路卡 自到福西九州的時 三萬親七家的年頭 透過某區關系統的資本性的答案 仍然控制鄭兄道四位 和認真福西的態度敵度 在看到卡卡忌念和卡卡文化 傳訊息新的機會 卡斯文在心路 王秀控 李文匯總括報道 得到 兩萬親七家的片段 繼續 感谢观看